已成那就要进入决神队了 我发现黑肉总是能够把选手的这个照片 做成一个 各种各样的表情包 不只选手还有折神 确实 明哥确实上一把的鬼屋子表现很不错 包括这个英雄也是他自己的缔约英雄 是的 然后刚刚在局间消洒说他想看什么英雄来着 我想看 我想看就能看的吗 我想看司公正答应 我想看暗信是不是 因为司公正的话 如果比赛上再不上的话 马上就被削了 所以得看折神能不能给你看了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了 因为我看到体验服的更新了 司公正最近在路人局的话也挺火的 电刀流司公正 比赛上目前还没有出 这个赛就出过一次司马懿火爆 先看看这一局吧 XYG主动是来到了红色方公本继续 今天放不出来了 公本不知道 然后蒙田的话黑肉也不给 谁叫无畏那时候采访我说 这个英雄不咋地 欲盖弥彰 然后自己拿出来嘎嘎猛 然后黑肉的话又搬了个蓝 九月的蓝也放不出来 两边 XYG是抢了一个公本之后用完 一直不放给无畏 各折你一只翅膀 黑肉做的更绝 蓝自己 无畏自己都不用的 就一直放半位上 都别用 那无畏还剩下个镜 对 包括现在镜也在外面 两边都还没有用过 一抢关羽 一抢关羽的话没有凯了 但是 欣恒的关羽他不一定非要配凯 而且他的关羽目前为止七战全胜 对 之前他们的马盒跟 就是两匹马 一个马超 一个关羽 其实都是全胜的 但后边是 马超不是全胜的 输了一局 对 XYG拿了 这个在第一次 今天我们还在聊的嘛 嗯 因为一开始是怕就是 BP上会不会受到针对 因为黑肉知道体系胜率比较高嘛 然后这一局因为 因为黑肉已经用过且没有放到班位上 所以XYG果断拿了一手 但是黑肉的二楼盾山 这马超就挺难受的 太不舒服了 然后在第三楼位置拿一个一星 一星打阵地战 这阵战其实也可以配一个大射 然后下路对萌亚的话 其实可以拿个像孙让香啊之类的 或者是手掌的 孙让香破盾有点慢 嗯 但如果你要印出 黄中嘛 因为鲁班七号已经用过了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比较好破盾的英雄了 要么就是中单 中单又已经锁了 没有拿引证 中单已经选一星了 游走位东黄被搬了 就是想从 你可以从游走位上下手 东黄张良这些英雄 但东黄被搬的话 张良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像佛山第二季GK就很喜欢 但是对面有关羽 然后又有顿山 他俩可以互相拆伙的情况下 然后对面中单也没有出 其实拿游走位张良的风险还是蛮大的 是的 而且张良这个英雄的话 因为他一级强烈速度很快 有队伍会拿他配一些 前进能力比较强的阵容 去对面的野区做反入侵等等 但这一阵的话因为是个阿古朵 这个版本其实不太适用 还是要拿一个太乙真人 然后看了一下班尾XYG 班了干江加上山光耳 对于后排威胁比较大的两个英雄 然后自己拿了个太乙真人 也就意味着有可能是个真相组合 来保秀斗的发育让他快速成型 或者说是个长手加罗 要看一下对面后边两楼了 加罗打萌亚可以 反正先上二技能远程AA轻轻毙 但是就是看看Hero打野选什么了 我就在等这两手 尤其是打野位 打野位他会怎么选 静其实是在外面的 但这一把其实静不是特别的好使 他们可以给这种提提速 菊油精 那还是挺常规的 其实上法小鹿就感觉XYG那个阵 如果拿个菊油精的话就不用受这气了 前期就可以打得更主动了对吧 直接进对面的野区不会被一直翻蓝 被个蓝buff拿捏住 因为鹿鹿跟菊油精本质上的区别就是 有蓝条没蓝条吗 缺不缺蓝 然后前期强不强 大小姐驾到 统统闪开 孙上香 真香 要灵活是 如果拿加罗的话会很被动 因为这个银正一出 你这个加罗拿出来很容易被扫 然后这个银正本来是看对面一星 打一星非常舒服 而且孙上香自己有个一技能翻滚 然后可以躲一躲对面的一些控制 比如关于金场 或者就已经自己找找方向 那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这个顿山一旦团战里边 架出了大面朝的孙上香 那他其实挺难 于是那间把他的顿给打碎 而且最近的很多局比赛 像我记得CNW的暗 就关于上来三件肉装 也当一个半前排来打 他其实进场就是打控制 对 他中期作战能力很强的 然后在孙上香还没有三件套的时候 其实要处理对面这个阵容 多凸脸很难 XYG这局怎么去布局呢 但讲道理 XYG这局只要保证自己的两边线 就是上路跟下路 马超跟孙上香 这两条线正常发育 因为有太乙真人存在 所以他们不用担心 他们不用主动 非常着急地去出节奏 我觉得急的是南京黑牛九星 因为这套阵容里边 不论是橘油精 还是银正萌压 这三个英雄吧 打到了中后期的大团的话 容错率还是偏低的 输出不够稳定 再加上他们终结比赛 这套阵容很吃银正 他缺一个大的收割点 橘油精其实也不算 他是一个线上压制力 非常强的一套组合 但是他在打一些大团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他需要前置条件 就是银正已经萌压的双效 还要给到位才可以 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四局交手 目前依然是XYG的赛点 蓝色方 南京又有酒精红色方XYG 我是小璐 我是潇洒 看看开局 常规开 然后孙上香这里先帮着中路看了一眼 防止对面打 这个顿山啊 银正抢完线 直接进野区骚扰 然后银过这里直接一杯 但是看上路 酷鞋的急跑已经开了 压着关羽压到了塔下 把心狠压到了残血 然后熙和去到无谓的野区 想要打一波骚扰 这边鞠和定住了 熙和想守但守不住啊 鞠肉筋带着层击 展差线又非常高 熙和交闪过去控 但是无谓是流程的 那他有点没办法 那红muff是被直接银反了 这就是银抢 对 这是银抢了 银 然后再转下 毕竟XYG这一局 是个暗躲打野嘛 所以他前期还是要稍微保守一些 下路模样 二技能 线上消耗一下 拿到下路河道之灵 这把九月就难受了 没看到红buff 而且这个红有可能会 黑肉一直进 他们上半局的强度 是完全够的 看着我的枪了 可以支持他们近红 看鞠肉筋的位置 无谓 双buff到手 直接往上路去靠了 想打 看距离不够 九月还没到四级 太难受了 这两分钟刚刚到四 接下来就看下路的队线上 黄秀多这里等级也稍微落后了一点 因为没抢到河道之灵嘛 同样直接开大招了 这一波橘肉筋和断山都在往下靠 九酷说你怎么敢动我的呀 我四级了 还被线上一直有二技能消耗 这波南京黑肉九金要想要进对面的蓝区 震神拉到两个加一个蓝buff 外面这局把人全部都给框住 只有一个鸣波被卡住了 他也正在一炸阿古朵丢球 必须闪现了 闪现过来震神拉两个 再击一个普攻 刚好伤害够了 然后看到上路星恒是单杀了九酷 对 库鞋 两边是各爆发了一个人头 下路秀多想要再去压一波 九酷被一技能给扫退了 那这波蓝buff 首先XYG没有守住 是被子患的银正 用大招抢下来了 然后一心留人 他只留到一个盾山 杀了一个盾山 做了一个止损 那上路的话 关羽跟马超单挑 这一波其实 都有急跑 对 我来看一下 踩一脚 踩了一下位置 大招推 再顶 然后再顶没中 然后再顶没中 然后一刀中了 再顶中了 这就是关羽在 刚四级的时候的容错率 就之前我们也见过 而且他的出装是 先出了一个守护者之凯 就他容错率在那 我们看到了刚刚这波 空顶两次 两次情况下 他的伤害 也可以杀掉马超 是的 但马超那里 对于他来讲 大招那四枪 他少一枪都杀不了 刚刚也看到一个板子 就是游戏内赛事专区的一个竞猜 就当时时长 能不能超过20分钟 这一把 Hero的15到20分钟的胜率是最高的 高达了90%多 很吓人 最把的话对Hero来讲 肯定不想拖到了那么久 拖到后期这个孙上香的伤害 还有这个马超的伤害量 是他们有一点扛不住的 完顿山开牵手 先架大把这个蓝牌扶顶开 然后异星的外面之局 是把两个人给框住了 但是西哥队一直被逼了一个闪现 踩上去踩三个 再往回顶 一星 林牧身上还有一个被动鸣刀在了 鸣刀被打了出来 居又已经大招细血 差了一点伤害 但是星上这里补上了伤害 双杀到手 还帮助魏拿到了孙上香的人头 修斗这里 已经进化解掉了控制 回到了塔下 但还是被追死了 这一波其实有一点疯了 对 星恒这个关羽 他从上路支援到了下路 对于下路的这个战场 局势影响太大了 因为他刚上路拿了一波单杀 所以他在经济 包括等级上都是领先了酷鞋的 然后又在下路打了一波支援 对 很舒服 然后护蟹刚刚来的稍微晚了一点点 他已经赶不上那波团了 主要是XYG已经在尽力去守 这个蓝buff了 虽然蓝没守住 但他可以撤 但没想到的是 关羽来了 这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一个都走不掉 上路 局势金再拿这条小的先主宰 银正直接开大 打消耗 把九月给扫残了 就是优势之后 银正 就包括优势方都没必要去开团 就利用银正大招消耗打状态 然后推塔 拿野去资源 这样竞技差就有了 嗯 现在的竞技差已经拉开到了快小三千了 因为这几波进蓝区不仅拿到了buff 还拿到了人头 包括现在所有的河道视野 包括前期的几个河道之灵 也全都被Hero收入囊中 上路球库 再用这个冰线把上路一塔拔掉 这个拿buff又来了 什么呀 传送下来 林梦这个位置 直接被定下的顶 顶回去 被开了 大招没放出来 被淡了一脚 我的天 明光 这波他应该是提前看到了异星 所有的动向全部掌握在他的 视野之中 我刚刚看林梦是在草丛里面蓄大招的 我以为林梦要先手 结果是明光 抢了一步 哇 那这样的话 蓝区控完去红区 搜刮资源 我们一直说就是 明光和一生的轮换 包括九州教练在采访的时候说 这两个人其实属性不太一样 明光是偏保护 而一生偏进攻 但今天他一把鬼骨子一把蹲伤 把进攻发挥到极致了 对 慢慢再变得全面 这红buff也守不了 完全守不住 红蓝buff全丢 郑神想要抢一下的 但奈何无位置留成 现在只能拖上半途的节奏 给酷鞋争取一定的发育时间 但这么个打下去 二塔要全会拔干净 再加上只有一个马超起来也不行 孙上香离得还很远 因为我们想象一下 团战画面 就是两边关羽跟马超互盯的情况下 现在关羽占据了优势 这才七分钟 太大了 实际经济可能到七千左右了 林梦只能靠自己走位 躲了一下银阵的剑羽 你看铭锅的这个位置 他打出了自己身后有千军万把的气势 这个顿山一时半会儿 XYG都杀不死的 他价格大在这 这个其实就是阵容的问题 前面消灾的BP的时候反复强调 就是XYG到底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顿山 好处理的点都被搬掉了 如果说第三手拿个赢阵 可能这个时候还稍微能接接团 但XYG应该是想的是保马超 然后去打阵地战 他想的是自己的这边的阵容 打团怎么打 对 有一星的话 好帮马超去留人 然后配合阿古堵 但主要是Hero最后两手 一个银阵加上一个绝有金猛 关羽特意又逮到了裤鞋 再转一刀 只能跑 然后这个二塔也是残血的 还好阿古堵过来救场了 有人来了 救我一下 这个中二转的速度稍微有点慢 林阵直接开大招 把人全部都逼退 外面之局 距离框到了盾伤加上萌芽 盾伤打开 两个 阿古堵大招砸下来 这里有一个波能再站起来 那就是辅助换辅助 一换一 主要这波盾伤是扛了它 打出了一个孙药香的进化 孙药香没进化了 然后九库这里急跑也开了 下一波密线过去的话 子嬛又有大了 林某要守这波线就要挨大 这就是肆意妄为 我手足够长 下路又来了 副鞋的急跑还没有转好 关键大招先推再顶 就是要单挑 再推但推空了 对 追不到了 金星恒在没有开大之前 就已经被酷鞋的马超戳了两枪了 就已经掉了状态 还是要打 因为他现在六千一百块钱 小几百块的优势 然后他又是不想加暗影战斧 还有经济护手在 马超碰到我不想挺头疼的 减移速减攻速 然后马超现在的出装 基本上都是要奔着输出装先做的 直到现在 他有两双鞋加上两件套的情况下 打关羽可能会好受一些 有减速 现在XYG的阵容的问题在于伤害的断层 因为修斗这里先出的是个小允星 离他出道破晓的话 可能要十二十三分钟了 因为这把成绩不是很顺吗 没办法 这不现在外塔已经全部掉光了 阿古朵的野区 九夜这里的那个野怪层数 我感觉 缺的太多了 他的buff 第一个红被反了 后边蓝buff一直在被进 对 阿古朵也没有坦度 整体我看下来 XYG打到现在的话是一个缺前排 他只能靠太野真人的复活去硬顶 但是太野真人的复活 在对面最后阵容面前 站起来的话还是会被手持 对面像盾山啊 包括菊又金这些点控 还有关羽在 你敢站在原地 我就有迎阵加上萌亚的枪林弹羽 把你再压下去 十分钟的暗影暴君 拿到这个军令buff之后 XYG怎么去扛住 Hero的下一波攻势 主要是无畏手上捏了这个 暗影先锋 他想配合这个暗影暴君的伤害 通过这一波去打高 如果能够开得好的话 他想打一个猝死 这样的话对于这套阵容来讲的话是 非常划算的 因为他如果越往后拖的话 那对于XYG来讲 翻盘的概率就会越大了 而且看一下无畏的装备面板 他的破军快要出来了 7900了 和关羽两个人 装备非常不错 现在XYG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守好高地 对 高地上有异星在的情况下 看异星的大招能不能帮助他们反打 然后Hero这里就是要开始控线了 他们把暗影之境放在了上路 然后自己推一下中路线 下路兵线关羽去卡了一下 中路线压状态 迎震开大招把九月扫残了 那这波九月必须要回去补给一下 然后再转上 萌芽的大招也把对面消耗的够呛 那这个高地 林梦直接给了个大 但是没有伤害根 震神又拉了一下顿山 顿山直接下顿挡在了前面 他有点没办法 这个上高只能给了 这个高没有打起来 现在XY技能倾线的只能靠孙上香这里 林梦的装备是伤害有点缺失 他出了一个梦面具加一个梦魇 如果靠倾线就有点危险了 孙上香的每一个翻滚都有可能会被对面开 对 尤其是明国 他的闪现一直在手里的 轻易不会放 阿古朵丢了个球球 没有砸到人 双扫 关羽再批一刀 西河已经残了 终在转下 一波接一波 林梦这里又被打残了 震神虽然拉了久 没人可以补持续地控制 这个下路的高地也要减掉 两座边高已经拿到了 那黑友可以补状态 继续收资源 而且这才12分钟半 两路边高的优势有点大 对 然后这样的话 帮星恒这个关羽 创造了一个 可以从侧边绕后的机会 对 就打中高的时候 他可以绕过来 下一波中高不着急 吴魏回去亲自家的野区了 把buff整理一下 但这对于XYG来讲 真的是只能放 因为如果你抢手 你打不好 要一两个人就被一波了 是的 你要保证的是有后续 这个发育的时间 看秀动的装备 现在已经有破晓了 翻好13分钟的时候 然后马超这里也有双翻了 其实输出点的作战能力有了 但是有没有机会 把这个输出量打出来 就是前排的质量的问题了 前排的质量的话 现在9月 就疯狂在做肉 对 现在把永夜做出来 现在只有一个暗影小假在身上 迎正开大扫 9月已经被扫盘了 被逼了一个大招 然后侧翼无畏 也要把上路的兵线给送进去 一星在中路开了一个外面主局 可是没有后续了 但是把中高暂时守住了 然后下一波龙要刷了 无畏把这个红拿完 就可以去拿这个暗影主宰 看看XYG不好出啊 看一下小地图这个兵线的压力 两路超级冰 这迎正的伤害量 把袖都扫得也够呛 他现在身上是没有格子去除魔女的 只能让稀核的泰宜帮他挡一挡 迎正现在也是一个三剑 套两个小剑的装备 问题就在于潇洒刚刚说 现在XYG前排的质量不够 所以他们高地的反手也打不出来 其实好几波一星也框住了 二级的正神也拉到了 但是UP多这里也不敢跟伤害 他可能已经被先手扫弹了 对 迎正再扫加萌亚双扫 九位又是半血 就慢慢的打就高地 三高 马超在侧翼逼了一下关羽的位置 现在这里不慌不忙地往后撤了 14分钟40秒三高 四伤害虾这里是差一件装备就六神装了 然后对于Hero的人来讲的话 像九库这里一万二 也刚好是一个神装 他出了一个纯金苍穹 他在打点钱就可以待会纯金苍穹换复活甲 对 差个小一千左右 但接下来XYG就要找机会 打一波了 只剩水晶了 不能再退了 如果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完全的监狱局 他会被困守在高地上 这光找到了五位 两段一反 下枪 但是又被追了 马超开了急跑一枪 收掉了残血的巨头金 这就是机会 逮到了一个在野区闲逛的菊佑金 就因为现在这个阶段 XYG这里的输出点装备也都成型了 如果Hero还在像之前一样进野区的话 是不行的 他要把视野排好 排半途 然后也不能分散走了 菊佑金 但凡他的两段厌反用掉了 基本上就没有调生技能 而且刚刚是正好在红区 对 看生物这个高地 兵线被清完了 没拿掉 然后银阵的大招 扫的XYG有点难受 必须要选择撤退了 现在就是对于XYG来讲 超级兵的压力很大 然后虽然这一步五位掉点 但是对于Hero唯一能接受的 就是现在没有中立生物的刷新 没有龙 对 所以XYG也不知道上半天我该去哪 甚至连野怪都没有几只 野区空空如也就一些小野怪 继续抱着孙上香 补一些兵线资源 这都应该快够钱要出复活甲了 这样有一个他也真的大招 在加自己的复活甲 容错率会更高一些 关羽 关羽已经场劈了一刀 哇 半血 把修到有气血能吸回来 只要有兵线 就这一刀已经 就心狠已经试完刀了 他这一刀批半血 也就是依慧哲待会儿在团战当中 只要找一个机会 晋升到孙上香 就能一个人切 有机会可以粘住他 上路兵线先送进来 阿古朵的一技能 丢在了中路这里背回来 卡住是一个太乙真人 一星的外面之宇 把人给框住 西游这里拨给了自己 关羽回推 没有推到人 推空了 回身再踩了一脚 效果不是很好 也没有顶到人 然后反身 只有你两段越反上去 居合又晕住了修动 这一套爆发全部够了 然后怪你再来 再推 再批一刀 然后打出一心的一个明刀 然后七个自己想要再闪现炸人 但是冰线已经进去了 直接点水晶就可以获胜 让我们恭喜 南京Hero究竟 让二追二 这样的话双方要来到决胜局了 这一场比赛果然是不简单 Hero在上一局重整了气势之后 这一局几乎是整场的一个优势 就是只要进到了 他是先开局 无畏这个绝口筋 去反了一个红buff 倒在阿古朵 迟迟没有到死 然后后续他们压完上线之后 来到了蓝区 从第二个蓝开始 一直在进 然后进去的过程当中 他不但空到了这个资源 他还打了XYG几个人头 然后整个把野区的视野 包括中轴的视野 全部控住了 使得就是XYG 马超这个点没有办法出来 然后酷鞋在上路又被 这个星恒单点狙击了一波 所以就很难受 星恒的这个关羽 别看他在中期那段时间没有作用 是因为在上高的过程当中 对于关羽而言 他没有办法发挥 但是他的威慑力十足 他让马超没有办法 进场 所以整体来说 Hero现在士气已经起来了 所以让我们期待一下 双方的决胜局 把时间给到评论期 男精恒久经已经让二之二了 这一局双方在对抗的选择上 是都选择了战鞭 一边是马超 一边是关羽 主要还是XYG 他们在赢了两局之后 上上把第三把是输给了 男精恒久经 也就意味着他们 就两边都不着嘛 两个卡位赛他都不着嘛 也就是直接拿出来 他们这赛季没有玩过的一个 阿虎都马超了 就是也是想在比赛里面去实践一下 然而对于男精恒久经来讲 他们是拿了一套 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系吧 而且压线压得很凶 包括刚才解说戏也说了 这盾山实际上不是很好处理的 再加上他们这个阵容核心 之一的马超被限杀了 就很难受了 很难打了 XYG马超被关于单杀之后 像男精恒久经 本来他们是要像菊又经啊 什么盾山可能前期要帮一帮 关于先想着跟XA对攻一个上半区的 但是从你单杀之后 我就不用去考虑这些东西了 我就可以直接把战场 直接转到下路 开始围绕着萌芽 把自己的那种 打围绕萌芽的节奏 打银正萌芽的一个推进节奏 直接给他提速 提速之后 疯狂打对方的一个下半区 所以XYG的苏尚强也被压得很难受 对 这把营正扫得非常爽 扫得快50%的一个输出 对 子焕这把的营正上把的 史梦希伤害都是占比超过40%的 然后再结合 南京黑洋酒精进入到顺风的那一种状态 就我所有的选手 把每个人该做的事情做好 不去做任何多余的事情 可以看这把人头虽然爆发的很少 但是整个局面都是一边倒 南京黑洋酒精压着XY在打 他们就在不做任何多余事情的时候 这个曲线 这个经济曲线就非常的顺 你看盾山他的一个参团率 他只有50% 说白了就是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做的一个架盾 然后不开团 先是卡住位置 配合营正扫残你了 我明明就是可以说白了 不战而去人之兵 我就不会去 直接去选择一波开团 所以说就是对于黑洋来讲 他们在优势的时候玩的是非常稳的 对 他的这个阵容的话 模样和营正的压制力够强 手也比对方长 盾山就在后面 就算你什么太义和异星想过来强开 我立个盾 对 只要保证打团的时候 我一个大招能在那边立足 那你孙上香和马超都是没办法进来 是大输出的 本局的VP也是给到了南京黑洋酒精的心狠 上把的马超就把的关羽 对 这把主要是限杀了对面的核心 然后在本身对自己中周有一个压制 包括在英雄属性上盾山有克制的情况下 他又杀掉对面的一个核心点 就导致这把XYG他们这种就很难发挥了 就是连最后的那个小苗小火苗都被掐灭了 银阵一个大招把人全部劝退 血量降下来 就很舒服 你但凡XYG第一波团进去 你不是把C位一下子秒了 让盾山把大招架出来 你后面的话输出直接会被一个银阵 银阵给劝退 然后等到关羽后面赶过来 就是进入一个收割残局的模式了 能够看得出来 当男青雄酒精进入了自己一个熟悉的状态之后 大家的combo链也接起来了 其实会感觉到XYG边反倒是相较于前两局会有点懵 是 也不是懵吧 就是没有办法发力了 他不是说懵不懵 是没法发力 因为黑肉不给你机会 这盾山他不打一个强开的一个体系 他们就没有机会反打 因为对手的手和正面的火力都比他强 而下一局的话 XYG是选择到了蓝色方 其实这个赛季我们看到过很多打满的局 但是其实看一下这个比例 应该是AABBA的这个概率会更大一些 对 看这话 对 对 所以决胜局两位怎么看呢 我觉得决胜局还是说那个点 在蓝色方的这个XYG他们还是会把大桥和宫本封锁在天上的 这个是不用想的 然后相对来讲的话 呃 关羽和蒙田这两个点实际上是他们是对于XYG很想要的两个点 但是我觉得蒙田会被封锁 看一下关羽会不会被封锁掉吧 下一局的话 有可能会有一边要出明侍影了 对 感觉Hero这边出明侍影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因为红色方他如果明侍影留在后两手的话 但凡XYG最后BP没有搬那个明侍影 他可以去阵容上是可以配苏尚香的 而且蓝灵王这个点那个XYG已经用掉了 实际上蓝灵王就是明侍影他怕蓝灵王然后怕鬼屋子 他这两个比较好卡合照的英雄 鬼屋子的话自己处理掉就行了 而且对于XYG来讲他在蓝色方他不会前三手去出的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说白了 就是XYG他会在前面先抢 就是不给你红色方在三楼掏明侍影的机会 他会直接去掏 因为毕竟你的关羽和鬼屋子也用过了 对吧 对于X对于这个对于Hero来讲 他的关羽他的这个鬼屋子用过了 相对来讲的话XYG的明侍影也蛮安全的 实际上这个都是争夺的点 对因为其实你看到我们的王者时刻一直都是在野区 Hero他们的一个整体的风格 对于野区的进攻就是很强势的 他是站在你野区 然后你只要赶过来我就加盾 然后萌亚加这个赢作用 就至尊王权狂轰火箭一起来 那下一把XYG就野区上面稍微加强一点 加强一点野区 打野的话选择稍微强势一点的 九月也是会玩菊油精的 就我实际上挺想知道的 就是下盘当蓝和明侍影同时放在外面的时候 XYG他到底抢哪个 是吧 这个点上就很难抉择了 因为关羽和蒙田Hero都用过了 蓝和明侍影全在外面的话 我觉得他会先拿蓝 因为明侍影这个点还不至于一抢 你毕竟无位也没出蓝嘛 无位也没出蓝 你如果这个蓝不拿了 你让红色方的Hero把这个蓝拿过去 Hero最终是可以在后 他的明侍影肯定是在四五楼的时候选的 而XYG的一个选择 想选明侍影肯定是在前三手的时候出 我觉得Hero一定是第三手 他第三手就要把明侍影 他要出明侍影他第三手一定出了 他红色方第三手这么安全的位置 红色方第三手出明侍影不好出 明侍影这个英雄你要么红色方四五手 要么就是蓝色方前三手 主要是你的蓝联王用过了 然后我这里会处理掉你的关羽或者蒙田 实际上这把打到第五局 就是可以在前三楼出了 你说第一局你在第三楼出不了 第五局了第三楼是红色方第三楼 这个明侍影安全的不得了 所以说还是看 主要看蓝会不会放出来 就是这个蓝和明侍影到底怎么去选 这个是就是摆在XYG 因为他明侍影和蓝有个区别 就是你这个英雄出来了 你相当于后面的几手 你要出什么东西 对方是心里面很清楚的 懂吗 所以很清楚之后呢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如果红色方前三楼出了明侍影 你四五楼 你有可能想要的英雄就没了 你是配不到一个很完整的 可以和明侍影打得很舒服的一套阵容 对 因为对面毕竟在第二楼还有两个班位嘛 但是有一点 Hero有一个英雄的盲点 是非常适合明侍影的 但是又是很少有人搬的 就是成第三 对吧 这个英雄是非常适合明侍影的 但是这个是很多人的盲点 所以说实际上我觉得他抢明侍影 哪个问题都没有 所以要看一下了 接下来在第五局决胜局的BP上 男进入酒精这边 对于蓝和明侍影到底会如何去的抉择了 而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赛前有分析过这个局势 目前的话XYG就已经确认是留在A组了 第三轮将会继续在A组征战 而男进入酒精呢 如果说这场比赛他拿下来了 那么他就是A1将要去对战的就是S6 那如果说这场比赛他输掉了 那就是A2了 他要去打S5了 而S6和S5现在也还没有定下来 是的 是的让我们共同期待 把时间交给姐收席